提起裙片 3 2 1 开始 提起裙片 让我的手轻轻的 在你的肩膀 3 2 1 开始 看 OK 打 打 打 不够如蓝四 你先把手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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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Cup OK 男人 男人 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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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把这个地方 把这个物业实在 少了那个谁 少了王家 不是少了陈木齿 陈木齿在啊昨天 昨天 我也觉得我笑开了 我老头儿老太子 老太子 傻呢 那我去骑一下 你以为的英雄就美 实际上的英雄就美 你以为她能保护得了你吗 那我跟你走吧 走 谢谢 我的妈妈呀 我应该是那个 主教育 我会 她就算我 我应该是逃避你的 我如果想不能再一个 我想要逃避你 我可以逃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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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噥 我会逃避你 你不要逃避你 那我为你逃避你 就不想お願い 基本上是这件事情 不希望你能够 可以 有点 快 快快快快 她就回来了 快 喂 哇 其物啊 做得放在我里面 是 ata 哈哈哈哈 哈哈 啊 啊 少了那个谁 少了王家 不 少了陈不齿 陈不齿在呀 昨天 昨天看着我 我笑开了花 老开心 老开心 来来来 傻的 那我去骑一下 快吧 全商作为天界的皇子 也是天地的继承者 他是一个格局非常大的心中有山和有天下的人 他一直在自己的世界里修炼了有一千多年 所以他对外面所有的事情 人和关系都是非常有距离的 他不知道怎么该跟别人接触 神君要看过我了 在最初碰到全商的时候 他叫他少点空心 少点空心 你是空心的吧 就是你是不是个人呢 你是不是不能感受到别人的各种情感 非常的古板 严肃 守规矩 天归分别 谁能让你包子 夜谭是一个讲要做败煞的 没有规矩 这是规矩的答案 没有规矩 这是规矩的答案 你需要助免吗 对于这种规矩特别繁多的天界里面 他是非常接受不了的 别人碰他一下他觉得红身都不舒服 那夜谭就一直抓着他这样 别碰我 说了别碰我 全商跟夜谭他们俩是斗智斗勇 相互出招 然后慢慢接触下来 他跟夜谭开始有一些化学反应 我就是想告诉你 我暖和多了 从深到深 渡身 渡身 谢谢 他们俩是 需要和被需要的关系 夜谭是一个从小缺少爱的人 我小时候为了网友 睡过十几年房凉 你有吗 我自尊那年 被扔到山里被捕 险些有军婚 你有吗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我觉得他俩特别像酒气巧克力 又有一点甜 然后甜呢 中间还带着一点点苦涩 一咬还能让人沉醉 幸亏他的成长过程当中 看起来重心捧月 但其实呢 他是被束缚着长大的一个姑娘 他可能外表弱弱弱弱弱的 但是他内心极其强大 后来他遇到感情上也是 我遇到的嘲讽呢 是因为我挫驾到成员界了嘛 夜谭公主 前方便是成员界入境之初 也是我碰见了一个 跟我性格完全不一样的人 嘲讽 他的人物设定是比较放荡不羁的 在成员界里面比较有想法 怎么样达到自己的目的 只是为了让自己的母亲过得好一点 你好 为您自己而活 我不会放下您的 好 跟青葵的进阁还是差别挺大的 两个人在一块算是互补吧 他很真诚 很善解人意 对每一个人都非常有爱心 这个是在成员界很少见的 突然有这样的一个人出现 还是冲击挺大的 大人 公主 太好了 好你个头啊 叫什么叫 好 嘲讽 跟青葵更像是 大灰狼和小白兔 一个猎人和猎物的 这样一个关系 幸福 但是 比较出乎意料的就是 最后猎物转变了猎人 你说学生的海洞 星唐应该是唯美又浪漫 它灵魂点就在于 不畏惧偏见 不要被偏见裹挟 真正需要的是做自己 希望星唐能给大家的生活 带来一点点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